这草 鬼呀 鬼呀 混账 你们怎么说话的 信不信咱揍你们 爷爷 我们错了 我们错了 哼 黄爷爷 真的是你吗 您真的回来了 高赤啊 来来来 来黄爷爷这里 史书上这也算是自己最喜欢的孙子吧 在这个朱高赤的身上 自己总是能够看到彪儿的影子 而且这个朱高赤的能力也不错 虽然他只当了皇帝八个月 但是永乐盛世 有一大部分的功劳 都是因为他 如果不是他在后勤监国的话 老四也不可能那么顺利的 武征莫北 而且更有人说 老四只不过是他的 征北大将军而已 黄爷爷 您笑什么 高赤啊 咱才发现 你长得好胖啊 黄爷爷倒是挺年轻的 年轻力壮 不愧是红武大帝 哈哈哈哈 那个 那个 是不是想见一下徐将军 你怎么知道的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我当然知道了 这是妙云心中最渴望的事情 所以这一次还希望你能帮忙一下 让徐达将军来一趟 这件事就交给我了 卧槽 这 这就是能够穿梭各朝的天门吗 美国功夫 还是我家闺女的烧鹅好吃 怎么都吃不腻 行了 你就少吃点吗 烧鹅上身 你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你不懂这其中的乐趣 你永远不知道烧鹅有多么的好吃 老爹 燕王殿下在外求见 他说有事要见您 那还等什么 赶紧过去看看 哈哈 不用看了 本王已经来了 不知道燕王殿下是为了什么事情 和我去一趟建门朝吧 黄爷爷已经要立那个时期的燕王朱棣 为皇帝了 而且让你过去一趟 什么 上尉竟然那么果断 直接立朱棣为皇帝 这还真的难以相信 这真的是上尉的意思 就算如此 我去做什么呀 老哥哥不是在那里把控全局吗 其实是燕王妃想见你 他很想念你 燕王妃 我家大闺女 真的成燕王妃了 说说吧 我是什么时候死的 您是红武十七年死的 原先是因为您得了备用 后病情加重吃烧鹅而死的 哎 这一切都是命数 既然燕王妃是我的女儿 那么我就去一趟吧 我也想看看 那个十七 我家的大闺女 到底是什么样子 燕王殿下 我能不能 也跟着过去看看啊 那行吧 既然如此的话 我们一起去吧 给我也要过去看看 我也要过去看看 这里没你啥事儿 你在家里守着 哪里都不许去 我们走吧 好好的干 你爹也不容易 放心吧 孙儿知道该怎么做了 孙儿见过外公 你谁啊 见谁都喊外公 不知道为什么 对于这个小胖子 心中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还是我来介绍介绍吧 朱高赤是燕王朱棣 还有燕王妃 徐妙云的大儿子 徐叔叔这样解释的话 你应该知道了吧 啊 自己还真的和朱棣在一起了 而且还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而且听朱棣的话 好像还不止这个一个儿子 啊这 真的没有想到 我竟然还有外孙子了 娘亲 啊 好孩子 好孩子 娘啊 你可要好好努力啊 臭小子 你胡说什么呢 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 朱高旭和朱高岁两个人 也走了过来 都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见见娘亲 还有外公 见过外公 见过娘亲 这几个孙子之中 还是喜欢朱高赤 这个老二太鲁莽了 老三救这个马屁虫 还是朱高赤越看越顺眼啊 行了行了 你们可真的能生啊 爹啊 这才哪到哪啊 你可别胡说 我们现在还没在一起呢 既然徐叔叔已经来了 咱们去见一见燕王妃吧 可可 我说你们两个人 用不到如此搂搂抱抱吧 光天化日之下 呃 不管怎么说 你和我都是同一人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以你现在在红武朝的时期 应该还没有追到妙云吧 你可要好好的努力啊 赶紧造小孩 臭小子 我看你是欠收拾了 连我的女儿都敢调戏 啊 岳父大人 你也是从红武朝来的 嗯 我们先出去走走吧 让他们好好的说说话 嗯 爹 我好想你 我真的好想你 爹在这呢 爹在这呢 岳父大人 行了行了 都是一家人 都是一家人 挺好的 挺好的 爹 你想吃什么 女儿都给你做 爹想吃你做的烧鹅 老爹 最喜欢吃的 就是自己做的烧鹅了 而在爹死的那一年 到现在 无时无刻在想着老爹 大闺女 你可别哭了 再哭的话 可就不好看了 妙云他这是开心 他这是开心了 岳父大人 您知不知道 这些年来 他无时无刻都在想着你啊 放心吧 爹以后都会在的 只要有机会了 爹都会来看你的 嗯 女儿现在就给你做烧鹅吃 好嘞 好嘞 咱就缠大闺女的烧鹅 你为何这样看着我 从燕王府出来之后 我能够听到你 扑通扑通的心跳 有那么夸张吗 真的是讨厌了 我没有 我才没有呢 你喜欢我吗 啊 你为啥要问这个问题啊 如果合适的话 等这次回去之后 我就向你提亲 啊 找个机会 我就去提亲 反正我们以后 也会在一起的 难道你不喜欢吗 真的是讨厌了 反正宣布 现如今大明的皇帝 也就是朕的第四个儿子 朱棣 太祖英明 太祖万岁 现如今的燕王朱棣 就是以后的你 你一口一个万岁 你当然好意思 说得出口了 我等听从太祖的安排 老四 你出来吧 爹 不错 非常的不错 不愧是咱老朱家的儿子 这穿上龙袍 就是不一样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大明的永乐大帝了 而这个永乐大帝 非你莫属 你可不能让咱失望啊 放心吧 爹 儿臣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 我等见过皇上 见过永乐大帝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你是不是很羡慕啊 儿臣不敢 儿臣不敢 呵呵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你不敢做的事情 现如今 你已经是这个朝代的皇帝了 永乐朝就交给你了 是 爹 你就放心吧 既然你已经成了皇帝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立高齿为太子 可是齿儿体质多病 让他做太子的话 恐怕不太妥当吧 你家老二是什么德性 咱还不知道吗 就是一个鲁莽的小子 你真的放心 让太子的位置交在他的手中 仔细地想了想 老爹说得也对 太子之位交给他的话 指不定会闹成什么样子 放心吧 高齿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我会给他一颗丹药 他的病都会有所好转 你说的可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我没有必要骗你 给他一颗丹药 那也就是说 朱高齿更不会像历史那样 只在位十个月 大明的未来将会彻底改变 又将衍生出怎样的未来呢 从今天开始 朕立高齿为太子 高齿为太子 高绪为汉王 高岁为赵王 父皇 我 你给我闭嘴 就这么定了 行了 你也别想太多了 其实我倒是觉得 做个王爷还是可以的 毕竟不管怎么说 这是太祖的意思 难道你也要反对太祖 我只是有些不甘心而已 凭什么老大是太子 他有什么能力 又有什么实力 现在你可不能小看老大了 据说洪武朝来的那个爹 会给老大一个丹药 到时候他的病都会治好的 什么 为什么大家都偏爱老大 老哥 听我一句劝 我们到哪座山 就唱哪首歌 三弟 这也是为了你好 你给我滚一边去 卧槽 我劝人 咋还劝出毛病了 这里的事情也已经解决了 我们也该回去了吧 爹 我觉得还是要再等等 说吧 有什么好等的 徐叔叔还在燕王府呢 还没有出来呢 这件事 咱知道了 让他好好的在这里待一天吧 咱就先回去吧 洪武朝那边 不能离开了咱 那么关于朱允文 他该怎么处置 别给咱提这个憋孙了 咱没有这个孙子 太让咱失望了 这件事 你看着办吧 交给你也行 交给这里的朱弟也行 爹 我觉得烧鹅 还是吃的少一点比较好 毕竟吃多了 很有可能会伤身体 胡说八道 烧鹅是大骨 怎么会伤身体呢 是啊 谁说不是呢 我也是觉得 这烧鹅是个好东西 吃多了也不会伤身体的 见过殿下 不愧是自己的女婿 向自己说话 见过殿下 行了 不用客气了 都是自己人 徐叔叔 我爹已经先回去了 毕竟洪武朝那边 可离不开他 过两天你也回去吧 嗯 我知道了 对了 咱的那个闺女呢 她应该去高尺那里了吧 对于这个大儿子 她也想见一见 不行 我也得去一趟 这个小兔崽子 和他爹一个德行 见过婆婆 好孩子 都是好孩子 自己竟在不知不觉中 有了儿子 还有儿媳 娘 你现在还没有 和爹走在一起吧 我们现在还在慢慢发展 要想在一起的话 还有很多路要走 不管如何 娘啊 你可要多加努力啊 行了行了 你们都别说了 有什么好说的 现在可是自由恋爱 爹 好了 都是自己人 这爹喊的 我还真的别扭 你的老爹 已经成为了永乐帝 以后你就是大明的太子了 可一定要辅佐你爹 放心吧 儿臣绝对不会 让你失望 很好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别看老二老三 天天要武扬威的 大明最有实力的 就是这位太子爷 他才是最为厉害的人 也是最有能耐的人 如果不是因为 只在位十个月 那么就不是 人宣之治了 永乐大帝 一直想北征 一直想证明 自己的一生 将监国的重任 交给了老大 老大的身体 都是被泪垮的 终究是爹爹 对不起你啊 嗯 老爹这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爹 你有什么错啊 你在说什么呢 等到以后 你就明白了 等到以后 你就知道了 爹啊 你能不能说清楚 怎么说一半 留一半呢 等你当了太子 监了国之后 你就明白 你爹爹这话 是什么意思了 行了 接下来还有一件事情 让你去做 你要和我去一趟正统巢 爹啊 你想让我做什么 其实很简单 你和我去一趟正统巢 去见一见 你晚年的妻子 晚年的妻子 你去不去 我想去看一看 爹啊 关于正统巢的事情 我能不能了解了解 既然如此的话 你要做好 心理准备了 老爹 你这话 是什么意思 你看看就知道了 什么 自己成为皇帝 只活一年 卧曹 我的儿子 朱瞻基只在位十年 你要是看不下去的话 那就不看了 爹 我还想再看一下 朱祁镇愈驾亲征 五十万大军 全军覆灭 还被瓦剌人掳走了 你妈的 这丢人 直接丢到姥姥家了 嗯 这是你孙子 明英宗 就这 还明英宗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村子 这才哪到哪了 如果不是我们去了正统巢 前去拯救的话 你知道最后的结果会如何吗 会如何 朱祁镇被掳走之后 也先大军攻打大明 大明危机四伏 最后有一个人站了出来 是他为大明打赢了这一仗 而且还为大明 强行续命两百年 什么 究竟是谁 竟然有如此大的能耐 竟然为大明续命两百年 他的名字叫做于谦 以后你会见到他的 一定要好好对人家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话 那么大明可救完了 我明白了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行了 既然如此的话 你就和我去一趟正统巢吧 那个朝代的太皇太后 也就是你的妻子 已经是晚年之人了 你去见一见他 也算了结他心中的心愿了 行 既然如此的话 那么我就去一趟 那个朱祁镇 这个逆子应该也在那里吧 我想揍他 你就放心吧 在那里呢 到时候可以好好地收拾收拾他 那个我也想去一趟 我也想看看 晚年的我到底是什么样子 行吧 太爷爷 爷爷 我逃 红西皇帝 太宗皇帝 两个大帝竟然同时出现 好了好了 你们该忙你们的 我们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爷爷 太爷爷 行了行了 这里那么多人 看着呢 这是自己的孙子 爷爷 我的名字 还是您给我起他的 真的是我起的 嗯 好好 真的是太好了 你没有给我丢人 既然没有别的事情 那么我们就先退下了 于谦 你先留下来吧 我想对你说几句话 红西大帝 行了行了 现在我可不是什么红西大帝 我只是一个燕王世子而已 见过世子殿下 感谢你为大明 续命两百年 啊 这是 事情是这样的 没想到自己还有那么大的能力 如果真的到那一天 自己一定会付出生命 镇守京城 为了大明 我于谦死不足惜 行了 这话都不要说了 以后也不要说了 只要有我在 你绝对不会死的 因为夺门之变 朱祁镇复辟的时候 于谦的确被杀了 这个为了大明 续命两百年的男人 就这样死在了朱祁镇的手中 太宗舍不得杀他 红西大帝也不舍得杀他 就连宣德皇帝 也不舍得杀他 最后却死在了朱祁镇的手中 死在了这个明英宗的手中 于谦啊 于谦 你为大明付出了那么多 我怎么会舍得你死呢 行了 下去吧 父王 看你刚才那个意思 于谦难道 在历史上死了 他是被朱祁镇杀的 这个该死的逆子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孙子 这个于谦 为大明续命两百年 简直可以用国事无双 竟然被朱祁镇给杀了 他有多费啊 爷 实不相瞒 我想揍一揍 这个不孝子孙 行了行了 这口气 你先忍着 你可不要忘了 这一次我们要去见的 是你晚年的妻子 既然如此的话 我们现在就去吧 红西皇上 不要慌 这个高痴 只来自于剑门朝 现在来想见见 晚年的太皇太后 我有亏大明 有亏设计 如果当时我阻拦 朱祁镇出征的话 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行了 这件事不怪你 不怪 你们都不要来劝我了 我都一把年纪了 我住在这里 已经住习惯了 我哪也不去 我就在这里待着 爱妃 这 真的是你 真的是你吗 是我 我来看你了 这些年我无时无刻都在想着你呀 你来得正好 你来得正好 这是自己的女人啊 现如今的大明 太皇太后 她为了大明 不知道苦心经历了多少朝多少代 不知道 送走了多少亲人 先是她的丈夫 又是她的儿子 白发人 纵黑发人 全部在这个女人的身上经历过了 放心吧 有我在 以后一定会好的 一定会好的 嗯 你就是晚年的我吗 我是不是老了 没有 在我的心中 你永远是最年轻的 行了行了 我又不是三岁孩子 人老了就是老了 其实我已经很满足了 我真的很满足了 在我有生之年 还能见到她 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我们先出去吧 让她们好好的聊聊 嗯 她好可怜 行了 你也不用担心了 让她们好好的聊聊天 你还好吧 放心吧 我很好 我很好 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女人 在这个正统朝 过得如此的凄惨 如果这个时候的 我还活着 恐怕她也不会 如此伤心难过吧 嗯 谁让你只在位十个月呢 你这个皇帝当的啊 这话不说还好 一说我就记 这还不是因为你 要不是你的话 我也不可能累死啊 你这个老爹 倒是好 当了皇帝之后 监国的重任都交给我了 自己跑去北征了 什么 好家伙 看你们夫妻俩的意思 这都怪我了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和我有啥关系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要骂的话 你去骂你那个爹去 这和我没什么关系 我想以后有机会 常来看看她 行吧 只要有时间 我就会带你来这里看看她 嗯 她过得太苦了 接下来要做什么啊 当然是要见一见 那个朱祁镇了 这个不孝的子孙 我要好好的揍揍她 嗯 就要好好的收拾收拾她 太爷 您怎么来了 难道是来放我出去的 你这个憋孙儿 还有脸出去 谁给你的胆子 你谁啊 我太爷骂我 我受得起你是谁啊 你再敢说一句话 我让太爷爷收拾你 小兔崽子 高斥啊 这个小子就交给你了 下手重点别留情 高斥 爷爷 红西皇帝 我打死你这个憋孙儿 你看看你 土木宝质变 你是怎么搞的 就算是放一条狗在那里 也能打赢 你真的是废物啊 爷爷 我错了 我错了 别打我了 别打脸 别打脸 消气了吧 真的是有愧呀 怎么也没有想到 我的儿子生了这玩意儿孙子 可惜的是 不能见到瞻鸡了 要不然的话 我非要 好好地收拾收拾他 放心吧 以后会有机会 这里已经看了 我该回去 帮助我爹了 他刚刚登基 既然如此的话 我就带你们先回去吧 以后有空的话 可以常常来这里 永乐朝 来 吃下去 爹 这是什么 可以让你延年益寿的丹药 可以让你变得更健康 以后就算登基称帝了 也不会只在位十个月 老大 你的身体是我累垮的 这算是我对你的补偿 收下吧 这也算是我欠你的 爹 我感觉身体好了 现在特别轻松 那就好 那就好 凤田田 这一次可多亏了你 要不然的话 我也不会这么轻松地当上皇帝 你开心吗 行了行了 你就别说了 你再说的话 我可就不好意思了 这一次我还不急着走 因为还有一件事情 我要去做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虽然成为了皇帝 高氏也成为了太子 但是还有两个人不太安分 我要打垮他们的野心 你所说的野心的两个人 难道是老二和老三他们 现如今朝堂之上刚刚稳定 你继续稳定 这里的一切 至于你的两个儿子 也算得上我的儿子了 我来管吧 在我离开这里之前 我一定会让朱高旭 和朱高岁这两个小兔崽子 服服帖帖 我一直在想你现在 和他们的年纪差不多 你怎么收拾他们 因为我就是你啊 这就是我的办法 行了 我知道了 接下来的事情 就交给你了 老二和老三的事情 如果能够解决的话 那么就太好不过了 我说二哥 咱们现在只有一个路可走 那就是好好地当这个王爷 至于做皇上的事情 想都别想了 话虽然如此 但是我倒是觉得 我们不能就这样 坐以待毙 我不甘心做一辈子的王爷 咋的 你还是想和太祖干一架啊 老大的背后站着的是太祖 老二疯了吗 难道他真的想和太祖干一架 难道这个世界疯了不成 二哥 你要是造反的话 你别拉上我 我害怕 看你这个怂样 我就是提一提而已 又能咋了 反正我不管 我感觉你绝对不是嘴上 说说那么简单 我先走了 老二要疯了 我可不能跟着疯啊 老爷子已经够可怕了 何况还有个太祖 哼 哼哼 谁啊 竟然敢耽误我的去路 是不是找死啊 爹 这个年轻的老爹 是来自于红武朝 但是不管来自于哪个朝代 那都是自己的老爹啊 你这个小兔崽子 敢和你老爹这样说话 你找死啊 哎哟 老爹 你轻点 你轻点 我错了 我错了 老二你过来 你 你就算是我爹 你也是红武朝的爹 现在的你还没有结婚呢 我可不怕 所以说你的意思是 我管不了你 不错 你没有这个资格 你也没有这个能力 二哥你别说了 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我们的爹呀 哼 有什么好怕的 他现在和我们年纪差不多 怕个锤子 我打死 你这个憋松儿 敢对你老子不敬 今天好好地收拾收拾你 我这个乖乖 那么猛吗 刚刚还好 没有找老爷子麻烦 爹 我错了 我错了 爹啊 我都认错了 怎么还打我 知道老子 为啥打你吗 不知道 很简单 那就是你这个小子 天生反骨 今天不收拾你的话 以后绝对会很麻烦 所以说今天老子 要好好地收拾收拾你 让你知道 以后你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我告诉你们 老子打儿子 天经地义 以后要是再让我知道 你们有反心的话 我抽死你们 当然了 你们要是觉得不麻烦的话 我让太祖过来 跟你们好好地谈一谈 爹 我错了 我错了 事情都解决好了 嗯 你就放心吧 都已经解决好 以后无论是老二 还是老三 他们要是敢造反的话 那么他们就试试 那么我倒是很好奇的 你究竟是用什么办法 让这两个逆子服服帖帖的 其实很简单 我就是告诉他们 他们要是敢造反的话 我叫太祖过来 跟他们谈谈话 我的个娘啊 你可真狠啊 就是我见到老爷子 都要哆嗦一下 更何况这两个不争气的儿子 这样也行 用咱们的爹来压着两个不孝子孙 我倒是觉得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行了行了 这里的事情既然已经解决了 那么我也该回去了 老爹还在红武朝等着我呢 我看你这一次回去 按照咱老爹的性子 肯定要收拾你了 你得优责点了 嗯 行了行了 不跟你聊了 以后有机会了 我还会过来 呃 老爹 你再等我 咱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 在那边当永乐大帝呢 孩儿可不敢 孩儿可不敢 算了算了 这件事也不怪你 咱也就不跟你一般见识了 眼下彪儿不会死了 妹子也没事 咱的红武朝肯定会改变的 你徐叔家的大闺女 你知道咱们办吧 放心吧 我马上就去一趟魏国公府 很好 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 阎王府 这一次的任务 奖励分别是炼药术 还有火药高科技 对了 这个火药高科技是什么 卧槽原来是火药的设计图 以及火药的工具 手榴弹 地雷 现代版的火药几乎都有 看来这一次奖励的东西还不错呢 燕王殿下 徐妙云小姐 在外求见 嗯 让他进来 见过燕王殿下 行了行了 都是自己人 不用如此的客气 我想过不了多久 我们就会结为夫妻了 这些虚礼 就不要再搞了 啊 先前是我不对 我不该毁婚的 所以明天我就去你家提亲 你真的是讨厌了 魏国公府 我说宝贝女儿啊 你怎么一个人 关在房间里了 爹 你不用担心了 相信过不了多久 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讨厌了 啥 这什么情况 爹 燕王殿下来了 燕王殿下来了 上一次这个家伙来这里 就是为了毁婚的事情 昨天大女儿去了趟燕王府 今天就把自己关进了房间 莫非 这个殿下 欺人太甚 真的是欺人太甚 我跟他拼了 爹 你误会了 你误会了 燕王殿下 他这一次来这里 是为了提亲来的 是为了提亲 提亲 前几天 猪虫八还拒绝了我 哼 要想娶我徐达的女儿 可没有那么容易 告诉燕王殿下 让她回去吧 这门婚事 我不同意了 猪虫八不同意 好啊 那我也不同意 我的宝贝女儿 大闺女 你怎么出来了 哼 不管如何 这门婚事一定要同意 一定要同意 啥 我说大闺女 你该不会真的 看上那个愣老四了吧 嘿嘿嘿 不管怎么说 那可是永乐大帝啊 不行 前两天我过去 商量两家结亲的事情 可是这个猪虫八不认账了 他来一句不结了 这亲不结了 现在倒是好了 又派自己家的儿子来提亲了 这让我这张老脸往哪格 反正我不管 从今天开始 燕王殿下 就是我的男人了 你不许说他愣老四 闺女 你矜持点 矜持 爹 你变年轻了 哈哈哈哈 我感觉现在非常的好 身体一下子轻松了 殿下 岳父大人 但要是我给你送的见面礼了 现在别说吃三盘烧鹅了 就算是吃十盘烧鹅 都不会有问题 哦 好好好 现在你就是我徐达的女婿了 岳父大人在上 请受小觑一拜 你可是燕王殿下 而且未来很有可能是永乐大帝 您这样做的话 岂不是折杀我了 岳父 这话可不要说了 这要是被我爹知道了 又要数了我了 老四真的给了徐达一颗丹药 这件事千真万确 而且还是我亲眼所见 不可能有假 徐达大将军 他现如今年轻了许多 这个败家玩意儿 既然丹药如此珍贵的话 还随意给人 就算那个徐达 是他未来的岳父 也用不着如此阔气吧 我说老爹 你是不是吃醋了 胡说八道 咱有那么生气吗 皇上皇孙朱允伦求见 那是你的好儿子 做了皇帝之后 使劲的削帆 这真的是一点优点 都没在你身上学到 反而杀人诛心 倒是学得样样精通 让这个逆子回宫闭门思过 十天不许出来 是是 老四还在卫国功府吗 回皇上的话 燕王殿下还在卫国功府 好像和卫国功喝多了 这是真的能喝啊 不行 咱要过去看看 既然如此的话 我和父皇一起去 岳父大人 我的好女婿 我第一个亲娘了 他们就这样认上了 一口一个岳父 一口一个好女婿 他们两个人 啥时候那么熟了 爹啊 这件事我也不太清楚 你要是问我的话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啊 看来这酒将他俩给喝对了 天德的确年轻了很多岁 看来 这都和老四的丹药有关啊 见过皇上 见过太子殿下 行了行了 过不了多久 咱们可都是一家人了 所以你也用不着如此了 皇上 他们喝多了 行了行了 这件事 咱已经知道了 咱们还是回去吧 嗯 都听爹的 岳父大人呀 我看以后 如果要是大哥真的隔屁了 我就来一场静难之役 到那个时候 我做了皇帝 你就是中山王 以后我要是成为了皇上 这天下就是咱父子俩人的了 卧槽 哼 这个臭小子还真的会胡说八道 虽然在历史上老四的确造反 成功成为永乐大帝了 但现在彪尔完全好了 这个不孝子 这是气死咱呀 你必须啊 这话可不能胡说 我要打死这个逆子 爹 你要冷静 你要冷静啊 老四喝多了 他胡说八道 彪尔你别拦着咱咱 要好好教训教训他 咱要教训教训这个憋孙儿 哎哟 踏马的 哪个老混蛋 既然敢暗算我 我可是燕王 咦 你们两个东西 怎么那么眼熟啊 吓马的 骂谁东西呢 皇上你可不要听在心里 燕王殿下 刚才喝多了 他酒后胡说 呵呵 看来你是没有喝多呀 咱看你现在很清醒啊 我没有喝多 我绝对没有喝多 老哥哥 我是什么酒量 你还不了解吗 咱看你也喝得差不多了 看来你们自来熟啊 咱还没有同意这门婚事的 你们一口一个岳父 一口一个女婿 看来你们已经商量好了 天德啊 天德 你就这样把咱的老四 给拐走了 这话说的 你良心不痛吗 明明是你的儿子 将俺的大闺女 给拐走了 这理亏的人 是俺啊 让你爹好好的清醒 清醒 让老四也在这里清醒清醒吧 儿臣见过父皇 这才几天不见 那么客气了 爹 哼 你这一声爹 喊得咱可很不舒服啊 咱可是记得昨天晚上 你很厉害啊 什么静难之意 做了皇帝之后 封你的岳父为山中王 咱好怕啊 你是不是要造咱的反呀 是不是要造你大哥的反啊 我那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只是开个玩笑 算了算了 不管怎么说 在历史上你可是真的造反成功了 而且成为了永恶大帝 对了 咱还有一件事情 要好好地问问你 你要是回答不上来的话 咱可就不跟你客气了 爹 你就说吧 咱就想知道 你麾下的大雪龙旗 它们到底是什么来历 可可 这件事我能不解释吗 你觉得不解释说得通吗 你这个兔崽子 你培养的这样一只铁骑 你想干嘛 你想造反啊 你那么想当永乐大帝吗 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这股势力是我培养的 其实就是为了对付外敌的 哼 这大雪龙旗倒是威力不凡 我可是听天德说了 骁勇善战 莫非你将这股势力 隐藏到了建文初年 然后起兵造反 就是用这股势力 我 老四啊 你就交代吧 咱爹也不会怪你 这还叫做不怪我 我要是真的说了的话 那可就真的倒霉了 啊这个 这个大雪龙旗的势力 你先别管 儿子两天后 给你送一个大礼 这个大礼 包你满意 你肯定会喜欢的 我怎么感觉 你在忽悠咱 我说的是真的 而且我送的东西 老爹 你肯定会喜欢的 听说你给了天德一颗丹药 天德一下子年轻了很多啊 咱是你爹啊 呃爹 这个怎么可能 忘记你呢 爹 你就相信老四一次吧 他不可能说谎的 也许他会送意想不到的东西 行了行了 赶紧滚吧 记住你送的东西 你要是让咱不满意的话 你应该知道后果吧 是 是 这个小兔崽子 老大啊 现在老四手下 有着一股很强的铁骑 关于这件事 你会怎么看 你要是觉得不妥的话 咱就派人 将这股势力给夺回来 我相信老四不会害我的 他可是我的亲弟弟 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 就足够了 还在忙着呢 妹子 你咋来了 怎么 难道你的意思是 我不能来这里了 当然不是了 当然不是了 妹子来得正好 妹子来得正好 正好来陪咱说说话 咱都累了一天了 你要是觉得太累的话 你还不如将所有的权利 交给彪儿呢 当然了 你交给老四也可以 人家可是永乐大帝 本事可不比你这个当爹的弱 你这话说的 倒是便宜老四了 他就算是永乐大帝怎么了 那也是咱的儿子 也是咱那种 行了行了 你厉害 行了吧 这是怎么回事 皇上是燕王府 燕王府好像炸了 什么 这都是什么情况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管怎么样 我们赶紧去看看 是不是老四出了什么事 对对对 走 快去看看 这是怎么回事 老四的湖底怎么炸了 老四人呢 二虎赶紧让锦衣卫进去找啊 赶紧把老四给我找出来 是 是 爹 不用找了 我没事 我没事 你这是干嘛 你这个兔崽子 你在搞什么东西 不要命了 那个 那个 我不是要给你一个惊喜 给你一个礼物 就是和这些有关 哦 那么你倒是说说 到底是什么礼物 火药 殿下 您还会搞火药 还行吧 会那么一点点 你别告诉咱 你这个后院炸成这样子 就是因为你搞火药搞的 呃 哼 后院炸就炸了 你搞的火药 咱看也不咋的 这是我研究的最后一个火药 刚才是一时失神 所以才炸的 其他的火药都已经研究好了 爹 还有各位大臣们 随我来 这里面都是我的火药 啥玩意儿 这是火药 这也太小了吧 这真的是火药吗 威力真的很强吗 这个这个叫做手榴弹 这个叫做地雷 这手榴弹可是很强的 扔出去之后 威力极强 找个地方试试吧 火药 好强的威力 这些火药 都是你搞出来的 一个这样的火药 就有如此大的威力 要是一箱子的话 那又该如何 燕王殿下 这些火药 都是您搞出来的吗 算是我搞出来的吧 各位觉得如何 还能如何 当然是炸天了 这些火药 要是利用的话 那么威力 绝对不是一般的惊人 到时候那些蒙古人 那些外敌 只要被这些火药一炸 就算不死 也得办残 哈哈哈哈 太好了 有了这些火药 足够那个王宝宝喝一壶子了 绝对能够打地 他爹娘都不认识 我说天德啊 你不要如此激动 各位都在这里看着呢 这个老四不赖 不愧是咱红武大帝的儿子 恭喜父皇 有了这些火药之后 北方元朝势力 将会不攻自破 不愧是永乐大帝 就你这制造火药的能力 怪不得我的儿子会打败仗 卧槽 大哥真的是 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我说大哥 你别拿我开玩笑的 好不好 呵呵 这可不是开玩笑 现在的你可厉害了 掌管的那个大雪龙旗 现在又搞出那么大威力的火药 允文那个兔崽子 输得不冤 这些火药都给您 全部都给您 这还差不多 对了 咱还有一件事情要 和你说到说到 那就是你掌管的大雪龙旗 咋的 你这是心疼了 当然是心疼了 毕竟是自己 一手培养出来的 而且这大雪龙旗 现在不在红武朝 他们现在掌管着正统朝 因为现在的正统朝根基不稳 所以我让他们 在正统朝镇守着 你这个臭小子 鬼点子倒是挺多 放心吧 咱不会动你的势力的 咱现在最感兴趣的是 这些火药 放心吧 马上就派懂的人 将这些火药送到奉天殿 不错 你可要好好干 爹很看好你 我信你个鬼就喜欢画饼 行了行了 都别在这里待着了 都赶紧去皇宫吧 娘为你亲自做好吃的 娘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我还真的饿了 天德 今天中午 你也过去用膳吧 你最喜欢吃烧鹅了 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就蹭一顿饭 天德啊 这回有老四给的火药 绝对能够打败元朝势力 这件事 可就交给你了 你可要好好干 尚未放心吧 还是烧鹅好吃 当年贫困的时候 哪有这么好吃的烧鹅 那徐叔叔 你就多吃点 多吃点 老四 咱看你在卫国功夫的时候 那一口一个岳父 叫得很带劲啊 现在怎么又改口了 那个爹 你听错了 听错了 哼 好了 咱言归正传 像你刚才搞出来那花样 你还能打造多少个 老爹想要多少 我都能够打造 你说的可是真的 嗯 很好 有你这句话咱就放心了 这样吧 咱给你一个火药厂 所有的火药都有你来打造 如果要是真的能够打造出来的话 咱重重有赏 这件事交给你去做了 放心吧 我尽力而为 对了 天德 你家大闺女和我家老四的婚姻 也该提上日程了吧 既然如此的话 再等五天吧 五天后是个好日子 多亏了这个好女婿 自己现在的病已经全部好透了 现在想怎么吃烧鹅都行 这个女婿不赖 相当的不赖 老爹我要向你借个人 这个人帮我一起打造火药 行 你倒是说说 到底是什么人 您身边最忠实的二虎 我想让他帮我 老四这是打消咱心里的顾虑呢 二虎是咱的人 老四的一举一动 那么咱也就知道了 你这个小子 拐弯抹角的 多没意思啊 行吧 二虎交给你了 燕王府 丁 最新任务触发 平行时空 大明永乐晚年潮 永乐帝第五次出征 生命危在旦夕 皇位争夺 即将上演 拯救垂老的永乐帝 改变大明的殊之相残 任务奖励两大高手 不良人 组织不良帅 火妹之术燕灵机 嗯 一下子两大高手 这个不错 这个非常的不错 开启永乐晚年潮 丁 恭喜宿主成功 开启永乐晚年潮 恭喜宿主 获得不良人 组织不良帅 玩火高手燕灵机 燕灵机 那可是一个妥妥的美女 现在还不能来这里 免得妙云误会 提取不良帅 陈不良帅 见过殿下 行了 你先起来吧 以后都是自己人了 这一次 你就随我先提前去一趟 永乐晚年潮吧 臣都听殿下的安排 我倒是有些好奇了 既然你是不良帅 那么你的不良人组织呢 他们都已渗透在 整个大明的角落了 只要殿下想 他们都可以出来 你的意思是 都已经出现在 大明每个角落了 回殿下的话 的确如此 殿下也不用担心 他们不会被锦衣卫发现 如果被锦衣卫发现了 那么他们就只有服毒自尽 为什么 如果他们连这一点 隐秘的能力都做不好的话 他们不配做不良人 一天是不良人 一辈子都是 可是现如今的大明 不是大唐 那么不良人以及本帅 全为殿下您一人服务 直到您称帝 直到您傲视苍穹 行吧 你先退下 等我将这里的事情 安排妥当了 然后咱们就去 是 见过燕王殿下 我将火药的设计图给你 你找几个工匠 让他们按照 我给的设计图来打造 绝对能够打造出来 殿下不亲自打造吗 你是我爹的人 那么我就相信你 给你来管 这是最好不过了 那么殿下 您做什么 我当然要摆烂了 好了 走吧 和我去一趟 永乐晚年朝 是 炮镇的丢了 现如今躲在这个深山之中 皇上 这里也没有外人 你随便找个地方做做吧 眼下的局面 你怎么看 以你对马哈木的了解 他接下来会怎么做 如果我要是马哈木的话 我就会死咬 三峡口不放 派军队追击我们 将我们消灭 咱打了一辈子的仗了 这还是第一次落入这个处境 皇上 我是说如果 朕要是继续合兵的话 皇上 皇上 如果继续合兵的话 我们就会越陷越深 到那个时候 如果马哈木派人来个反包围 我们就回不去了 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合兵 否则的话就真的麻烦了 皇上 皇上 樊仲 朕问你们 中军还有多少 回皇上的话 我聚拢了不到一万人 军队都被冲散了 正在收拢 汉王 赵王呢 三千营呢 回皇上的话 他们攻打马哈木的军队 一时之间还没有撤下来 而大炮战地也都没了 大营后 以五十里 请皇上召回三千营 拱卫大营 绝对不能合营 合营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反包围 现如今 左翼两边都被切断 那合营恐怕也来不及了 对了 收拢军队 整顿军队 还能有机会赢 现如今 大营也绝对不能退 告诉三千营 不得后退半步 全力攻敌 在场的都冷住了 没想到 永乐帝已经执着到这一步了 皇上不好了 野仙的军队已经杀过来了 野仙这个家伙 竟然摸到了这里 好啊 真的是好啊 朕还没有找他的麻烦 他倒是自己找来了 所有人备战 一定要活着野仙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传来 阵阵 难道是三千营的人赶到了 前来之园了 听着厮杀的声音 好像不太像 山谷中 只见无数的斗笠人 他们手中拿着一把刀 一刀刀下去 干净利索 斗笠 这庄硕 不良人 打堂的不良人 怎么会出现在镇的大名 快跑 这些人太强了 我们不是对手 混蛋 朱棣怎么还会有 这股可怕的势力 撤 所有人都赶紧撤 既然来都来了 那么都留下 让你们的人都放下武器 否则的话 本帅现在就取你的头颅 所有人放下武器 所有人都放下武器 不良人天魁星 奉殿下之命 前来相助永乐皇帝 殿下 不良人 大唐的不良人 怎么还会有不良人出现 将那些瓦剌人 全部都杀了 不得有误 不劳永乐皇帝了 这些脏活就交给不良人吧 不良人已经解散将近几百年了 大唐在灭亡之后 不良人消失了 恐怕不只是不良人那么简单吧 本帅已经说过了 我是奉殿下之命 前来相助永乐帝 那么朕倒是很想知道 你所说的这个殿下 到底是谁 是我 皇爷 这个人怎么长的 像年轻的时候的你啊 此话一出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眼睛 你到底是谁 我是大明的燕王朱棣 别紧张 眼下这个时候 我恐怕说太多的话 你恐怕也不会相信 那么你倒是说说 你想说的是什么 我的确是朱棣 我是来自于 洪武朝的燕王朱棣 这一次来这里 就是为了拯救你的 什么 这也太难以置信了 简直太离谱了 什么叫做 从洪武朝来的 这不就有点扯淡了吗 繁重 将这个也先拖出去 斩啦 饶命 大明皇帝饶命 我错了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大明皇帝饶命啊 现在知道求饶 已经晚了 你们瓦斯 达达 乌梁哈 聂我边疆 掠我百姓 现在饶命 不觉得已经晚了吗 将他拖出去 无麻分事 是 你们都退下吧 可是 不管怎么说 那都是晚年的自己 那么 照你这样说 咱们的爹还活着 那是当然了 这一次我来这里 就是为了拯救你的 我知道你的好意了 但是眼前我这个时候 恐怕已经活不了多久了 所以你也用不到如此的担心了 既然你能够来到这里 那么 我相信咱们的爹 应该清楚我的事情了 他要是知道 我得胃不正的话 恐怕一定会气死自己吧 自从当年夺了大侄子的皇位之后 我无时无刻在奋斗着 就是想向世人正名 我的能力不比见闻差 因为只有这样 我才能无愧于祖宗 老爹那叫个气啊 毕竟你的胃不正 老爹都说了 等你这一次好了之后 他就会来这里 到那个时候 老爹说了 他亲自找你算账 什么 老爹要来 老爹都说了 他会来这里 亲自找你算账 什么 老爹要来 老爹要来 这可咋整啊 能够让这个永乐地 变成这个样子 恐怕也只有老爹了 二哥 三千阳已经苦战那么久了 三峡口可不好攻啊 那么你倒是说说 你有什么意见 我倒是觉得 还是先回去复命比较好 汉子回报 老爷子他们现在 被困在山谷里面 什么 你说的可是真的 嗯 野仙的军队正在追击老爷子 我们还是回去营救吧 现在不急 我们还是先攻下三峡口吧 这是老爷子下达的命令 老二 你 老三 你要记着做大使者 绝对不能 瞻前顾后 其实我更加的觉得 这对于我们来说 也许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这 不管如何 你要记得 以后你坐到了那个位置 千万不要拿自己的亲兄弟开刀 那是自然 以后 我要是坐上了皇位 这天下 就是咱哥俩的了 如果永乐地在这里的话 那么一定会相当的感慨 因为同样的话 他当年和宁王也说过 红武朝 你说的可是真的 老四真的将所有的火药设计图给你了 回皇上的话 此事千真万确 这个臭小子 本来咱以为这个小子会留棘手 没有想到他竟然全部拿了出来 终究又是咱多想了 看来要好好地弥补老四了 既然如此 那么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吧 是 也不知这个臭小子又跑哪里去了 咋回事啊 怎么又多出个爷爷 还和自己差不多大 感觉怪怪的 这一战 你感觉怎么打 猛打 要打胡 我们朱家人 可不是好惹的 他们追杀了我们一路 我们要是再不反击的话 恐怕他们还真以为 我们大明无人了 可是这样做的话 万一敌人反包围 于谦啊于谦 我来问你 现在也先已经被我们灭了 哪里还有什么反包围 马哈木狗贼 现在在三峡考纳 现在还有什么伏兵 好像也对 等等 这个年轻的朱棣 是怎么知道自己名字的 他来自洪武朝 怎么可能知道自己名字呢 咱都被敌人这么追着打 不觉得窝囊吗 哈哈哈哈 你这句话说的不错 何真的口味 这一次一定要干他们的 大唐已经灭了那么多年 这部良帅 你是如何得到的 这就是我的手段了 以后你们就知道了 这场战由我来打 不知道你可愿意 可是爷爷 这仗怎么打呀 现在三千银还没有撤下来 我们现在恐怕兵力也不够啊 既然如此的话 这一仗就交给你了 我也想看看 年轻时候的我 又如何应对眼前的处境 太孙 取我的剑 明君威武 明君威武 皇上万岁 皇上万岁 曾几何时 朕年轻的时候 也是这般意气风发 如果这次真的坚持不了回京 要是让这位年轻的自己 掌管永乐朝的话 岂不是更好 咱们的目标三峡考 活捉马哈木 日月山河永在 大明江山永在 日月山河永在 大明江山永在 终于目睹了爷 在年轻的时候 有多么的意气风发 皇爷爷的英姿不减当年 那是自然 今日我代表永乐地 下达一道旨意 这一战 如果你们看到我 落下马来 你们不要哀悼 不要停止冲锋 你们紧跟着 大明的军旗 握紧手中的长矛 挥舞刀剑 至此放休 日月山河永在 大明江山永在 所有军队给我冲 自战 大败瓦拉大军 活捉马哈木 皇爷爷 您年轻的时候 就是这么威武吗 好一个日月山河永在 天大的英雄 也会老啊 好想像这个年轻的自己一样 骑马征战沙场 大战三天三夜 回来之后 吃几十个大饼 然后睡大觉 好喜欢这种感觉 好喜欢这样的战争 只是现如今 咱老了 不服老都不行了 皇爷爷 在孙儿的心中 你永远是最年轻的 呸呸呸 你这个兔崽子 你再给我胡说八道的话 信不信我揍你 你们怎么没有 跟着他一起去 这是殿下的意思 要我们在这里守护你 万一要是有敌人偷袭的话 也有反抗之力 我也想问一问你 你和他 都是从洪武朝来的吗 自己出现的时候 就是在洪武朝 在燕王府 是 那自己的老爹 真的会来 见到大哥 我又该如何交代 如果有机会 回到洪武朝的时候 面对老爹 哇 哇 三峡口 现在外面下的雪很大 三峡口短时间内 是公布下来了 现如今老爷子 为野仙军队围困在山里 我们真的不去救他 老爷子什么性格 你还不知道吗 在这个时候 我们没有收到命令 要是撤下来的话 恐怕会成为笑柄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有必要跟你说一下 京城中那位太子爷的身体 已经在朝夕之间了 你说的可是真的 二哥 你可不要小看 我掌管的北镇斧司 这天下还没有我不知道的事情 你觉得我不可能知道吗 现在如果老爷子 再有什么不测 我们杀回京城 到时候我们的霸业就成了 哼 你话也不要说的太满了 我刚刚得到最新的消息 那就是京城 以及哥哥入口都已经换房了 都已经成为太子的人了 看来我们都小看了这老大 他倒是有点本事 还知道我们会逼宫造反 啊 北面好像有一支军队复杀而来 那好像是老爷子的军队 他们怎么赶过来了 他们不是被困在深山里了吗 杀过去 杀 我曹 那是咱爹 活见鬼了 老爹竟然变年轻了 而且特别年轻 我的天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曹 那些蒙古大军竟然抵挡不住 好猛 好强 都愣着 做什么都给我上 都给我上 犯我大名者 非远必出 二哥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赶紧冲上去 先杀了这些敌人 再说 老爹都已经是花甲年纪了 可是今天怎么那么年轻呢 你 你到底是谁 你老爹都不认识了 你到底是谁 你绝对不是我爹 我爹怎么可能那么年轻 好小子 连你爹都不认识了 今天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爹 我错了 我错了 这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打法 这个人就是自己的老爹 好小子 连你爹都不认识了 爹 我错了 我错了 这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打法 这个人就是自己的老爹 报 瓦剌布 已经彻底铲除 已经活捉马哈木 这 好强 好强的压迫感 放心吧 都是自己人 他们是我的麾下 大雪龙旗 只要他们所在的地方 都是所向披靡 这什么情况 这位永乐弟怎么那么年轻 这怎么可能 这不可能啊 带回去吧 是 怎么还不走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是怎么想的 不就是想等我升天之后 你们想着怎么造反吗 卧槽 他怎么什么都知道 见过父皇 你们迟迟没有攻下三峡口 不打算给朕一个解释吗 你们是想看看 咱死了没有 然后再看看 朕要是死了的话 就打算再来一场静难之役 去京城逼老大退位 还是要将他们一家人都杀了 你们这两个不争气的东西 给我滚回营帐反思 都给我滚 都给我滚 马哈木 你藏得倒是挺深的 现如今的我 既然已经败了 那么就无话可说了 要杀要管 随你的便 好 既然如此的话 那么我就成全你 凡庄 将他的脑袋 分五刀砍下 绝对不能犹豫 是 朕等这一天 不知道等了多久 这次可多亏了你啊 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话 这一次 也不会成功灭了敌人 咱们就不要说这些了 听说你这一次 还带了一支军队 名为大雪龙 骑破了瓦剌打打 还有乌梁哈 是啊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咱爹还跟我吵架了 他说我是不是准备造反呀 行了 你赶紧给我闭嘴 对了 咱老爹身体还健朗吗 放心吧 老爹的身体很健朗 现在他可年轻了 我当了皇上 当了那么多年 每时每刻都不敢轻松下来 将大明设计 看得比自己还要重要 您上马杀敌 下马治国 文治武功 普天之下 没有几个人能够比得了你 而且你也是 唯一一个的 风狼居须的皇帝 既然你来自于洪武朝 那么你对于永乐朝的事情 全部都知道了 是 如果按照历史发展的话 您这一年会死 然后呢 咱的儿子也就是朱高赤 他会登基称帝 成为洪西皇帝 朕对他还是很放心的 只是老大的身体 是被朕给搞垮的 恐怕他做了皇帝之后 也坐不稳吧 老二老三 肯定也不会就这样放手吧 这倒是不假 老大在上位之后 老二和老三敌 却要造反 不过连你都没有想办法 如何对付老二老三 而咱们的儿子 却想到了 那么朕很想知道 他是如何做到的 功心为上 哈哈哈哈 好一个功心为上 好一个功心为上 能够得民心者 能够功心者 老大不愧是老大 他既然能够想到这一手 以后必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皇上 老大绝对没有让我失望啊 哎 你要是知道 这个最优秀的儿子 只在位十个月的话 不知道会怎么想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阵 你赶紧说 我要是说的话 你可别激动啊 你现在不说的话 我就很激动 老大他的确做了皇上 的确在十个月内 架空了老二和老三的权力 但是这位皇帝 只在位十个月 然后就驾崩了 什么 老大只在位十个月 这怎么可能 这件事千真万确 老大只在位了十个月 虽然有能力 架空了老二和老三的权力 但是他的生命 也走到了尽头 最后死了 享有仁宗称号 也是大明唯一仁宗 这都是因为朕啊 使朕泪跨了他的身体 朕在问问你 既然老大驾崩了 那么太孙最后怎么样了 这一点你就放心吧 在老大驾崩之后 朱瞻基成功登基 最后解决了汉王之乱 当时造反的人 只有汉王 只有老二 最后太孙御驾出征 亲自讨伐二叔 当老二知道太孙来的时候 吓得开了城门 直接就投降了 我了个擦 还能这样 不过仔细地想一想 这个真的像老二的性格 那么老三呢 他可比老二精明多了 立马就耸了 所以最后能够善终 那么你既然说老三善终了 那么老二最后结果如何呢 我感觉你还是别知道比较好 要不然的话你会气炸的 哼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不打算告诉我实话吗 你要是不说的话 你开始的时候 说那么多干什么 那你这样说的话 我就吊着你 我现在不告诉你 我就不告诉你 哼 你这个家伙 信不信我杀了你 有本事 你就杀了我啊 杀了我之后 就没有现在的你了 而且这件事 要是被咱爹知道了 我想他应该会提着刀 就过来找你 好家伙 你清高 你了不起 我惹不起你 行了吧 太孙 让你二叔三叔过来 真要和他们说说话 你们说天尽头的那座山是什么 那应该就是狼鞠须山 当年获取病风狼鞠须 就是在那里 朕现在是唯一一个风狼鞠须的皇帝 人生真短 如此将善 岂不让人留恋 爹啊 那个年轻的爹 他是真的是从洪武朝来的 嗯 这是当然了 是不是你们两个心中有点难过 爹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不明白 哼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心中的如意算盘了 你们想做的 不就是想造反吗 如果这一次 朕要是出了什么意外的话 你们是不是就如意了 儿臣不敢 儿臣不敢 父皇你多虑了 您多虑了 朕告诉你们 你们绝对不会有这个机会 哪怕朕真的死了 大不了让那个小朱弟登基称帝 也会轮不到你们 这一次真的小看老爷子了 他心里根明尽似的 通知所有人 没有我的命令 谁都不许进来 要不然的话就拖出去斩了 你 你要做什么 这个孙子还不错 最起码我们年纪相仿的情况下 他还喊自己爷爷 放心吧 我给你皇爷爷治病 那行吧 我都听爷爷的 这小孙子孝顺啊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好圣孙 大名渴望三代 的确是忘了三代 你是不是又知道什么了 我不知道啊 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小子 肯定又知道什么事情了 难道太孙在后来 真的出了什么事情 放心吧 你也不用担心了 现在我出现在这里 这里的历史都会改变的 该发生的事情都不会出现了 接下来我们就言归正传吧 这一次我来这里 真正的目的 除了为你解围之外 还有一人是 你说吧 到底是什么事情 我就是为了救你而来的 只要有我在 你不会死的 我呀 开始的时候 还以为你在忽悠我呢 难道你真的有办法 这是 这是我炼制的丹药 名为青春丹 这个丹药 你服用下之后 不仅能调理身体 还能年轻很多 就是不知道 你敢不敢服用了 您老还真的是不客气 我话还没说完 你就直接服下了 您就不怕有毒吗 你就是我 怕啥 这 这 哈哈 我感觉身体有使不完的力气 甚至感觉年轻了十多岁 你感觉怎么样 老头子 我感觉 我能打十个 哈哈哈哈 什么 啥玩意 你给朕说明白 老二被烤了 你感觉怎么样 老头子 我感觉 我能打十个 哈哈哈哈 你这个臭小子 你后退干什么 我又不会打你 呃 没什么 没什么 行了行了 我要是没有猜错的话 你在洪武朝的时候 没少被咱爹打吧 可可 这绝对没有 这绝对没有 你刚才闪躲的样子 很是熟练 我能够感受得到 你在洪武朝的日子 肯定不好过 何以见得 我看啊 八成是咱爹也知道 你静难之意的事情了 我想他肯定会暴揍你吧 你这个糟老头子 你懂什么 你能知道什么 这一次可多亏了你了 如果要不是因为你的话 恐怕我活不了几日了 放心吧 咱们都是自己人 这都没什么 其实还有一件事情 我想拜托一下你 是因为老大的事情吧 你担心的应该是他的身体吧 看来你都知道了 我的确是这样想的 说起来他的身体 都是我泪垮的 要不是因为我的话 他也不会泪成这样 放心吧 这件事就交给我了 我既然来这里了 绝对不能让咱的儿子 就这样直接早早撒手人寰 好 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 就已经足够了 老头子 你为何这样看着我 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在想 我要是生命垂危的话 我就想让你来继承大位 只是没有想到 现在这个时候 你救了我的命 那么你 可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我可不做 我还要回去 我现在昏环都没结呢 我做什么 永乐大帝 你目前还没有成婚吗 还没有成婚 现在单身一个人呢 对了 既然你没有成婚的话 那么妙云他还好吗 放心吧老头子 等这一次我回去之后 带你过去看看 到时候 你不但能够见到咱爹 也能看到妙云 真的可以吗 老头子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呀 我说的当然是真的了 行了行了 你也别多想了 好好地休息吧 现在敌人已经灭了 我们也该回去了 你说的不错 是该好好地休息了 明天一早 我们就回京 我们就回家 我等见过皇上 皇上万福金安 你就是于谦吧 皇 皇上 行了别约束了 不管怎么说 你也出了力 这一点我也是知道的 你为啥这样看着我 我感觉好神奇 这世上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 皇上 您真的是从洪武朝来的 这当然是真的了 要不然的话 还能有假 这一次我来这里 其实就是为了拯救永乐帝的 于大爷 我很看好你的 以后好好干 于大爷 我咋成大爷了 皇上 您可千万别这样叫我 您这样叫我的话 诸我九族都不算冤 这都没啥 现在这个年纪来说 你比我大 叫你大爷 那是应该的 人家为大明 续命两百年 而且第一个反对 南迁的人 这样的民族英雄 叫一生大爷 不过分吧 这 我有那么老吗 爹 你竟然变年轻了 你咋变年轻了 这都年轻了 十几岁了 难道是那个 年轻的爹的手笔 这可多亏了他 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你们的爹 知道了没有 以后看到他 就如同见到朕一样 是 你们先下去吧 其实我一直很想知道 斩鸡登鸡称帝 他到底是怎么对付 他们的叔叔 我看还是算了吧 你还是不要管太多了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这可不成 这可不成 今天不管如何 你都要给朕说清楚 都要给朕说明白 你要是不说的话 朕就让你出去 领武十军棍 我说老头子 你怎么翻脸 不认人呀 这一次 我是来解围的 你要是真的 这样打我的话 我让咱爹来 评评理 你就算是咱爹来了 我也不怕 我就是想知道 后代怎么样了 过得怎么样了 你还是给我说说吧 既然如此的话 那么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其实在斩鸡登鸡之后 汉王被圈禁了 你别给我在绕弯子了 你倒是说呀 然后呢 其实在朱斩鸡登鸡之后 对自己的叔叔还挺好的 毕竟赵王早就耸了 所以他得以善终 那么汉王呢 汉王被圈禁之后 按理来说 只要不捣乱的话 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毕竟斩鸡很明白 残害至亲的话 会被世人一笑大方 斩鸡最后也觉得 愧对自己的二叔 所以有一次 他去看望他二叔 谁知道 他走到门口的时候 汉王怀恨在心 更是当着所有人的面 伴了瞻鸡一脚 这个老二 他到底是怎么搞的 还分不清眼下的局势吗 竟然还敢半倒瞻鸡 他是猪脑子吗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儿子呢 难不成老二 就是因为这样 直接被瞻鸡给杀了 老头子 你还是不知道的 比较好 你不说是吧 不说的话 我打死你这个憋算 行了行了 老头子 我说不就行了吗 最后啊 瞻鸡真的怒了 然后下人将他的二叔 放在铜缸里面 直接被烤熟了 什么 啥玩意 你给朕说明白 老二被烤了 是的 这个小兔崽子 竟然把自己的叔叔给烤了 他怎么敢啊 这个臭小子 朕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 先前让大孙子和儿子 立下毒誓 手中绝对不能再沾亲兄弟的血 现在倒是好了 直接把自己的话 荡耳旁风 尤其是朱瞻鸡 他竟然将自己的二叔 放在铜缸里给煮了 直接给烤了你马大 永乐地怒了 再在这里再带下去的话 后果不敢设想 见过皇爷爷 大孙子这两天 越来越有精神了 不愧是大明的好圣孙啊 好好的干 我看好你 我真的很看好你 这是怎么了 皇上说了 让皇太孙进去一趟 好像有什么事情 看来接下来 要发生很大的事情了 毕竟不管怎么说 这个朱瞻鸡 将自己的二叔给煮了 直接烤了 这怎么说 都让人感到荒唐 感到愤怒 尤其是永乐地 最在意的就是后代子孙 从而见过皇上 皇上 那么客气了 皇爷爷 看来是自己想多了 能有啥事 能有啥事啊 来来来 到皇爷爷身边 啊 这是什么情况 这是怎么回事 皇爷爷 我怎么了 你为何要打我 为何要打我 啊